工作部,最后当然有关合并工作部 怎么把它合并 前面会有一个分割 就是一个变很多个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常用到像同学常问到的问题 这边有很多个班级 13个班级 比如说13个班级的资料 你不可能每 就是说全部都给 比如说你应该给假班 那假班的导师他收到就假班 你不能给其他班级的资料 因为这有个资法的问题 所以或者是公司的部门也是一样 每个部门都会有各自的 你可能收到就各自单单那个部门 那当然如果最后你 他资料回来之后 他有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要给校长 给教务主任的时候 那他应该是可以看到全部的 你不能用一个一个档案给他 他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你变成说你常常遇到就是说 怎么去做那个工作表 就是把它分割成工作部 那最后呢又可以把它合并回来 大概这些我想我们今天 因为所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大概会把这些 其他有关像工作部的 像删除、复制、移动等等的 相关的这些内容 那我们逐一来看好了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先把那个云端上面 或者是范例档案的那个 问题07这个范例档 先把它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地方就有13个班级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假设了 我希望因为工作表里面 常用的功能 大概前面有讲过 像新增工作部 重新命名 或者是删除 等等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像还有像移动 比如说我要排序好了 我希望 我在这个排序方法 各位也可以从云端上 有个工作表的名称 这个清单名称 那你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除了程式码之外 那这边有一个它的顺序 那我希望它的顺序是 甲、乙、丙、丁 一直到这个亥 那这个是它的顺序 总共会有13个班级 那我如果希望重新排序的话 排序哦 那以往可能我们 如果不会用VBA的话 你顶多只能怎么样 按住假班 移到第一个 对哦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假班 然后再来就移班 拖拉到前面 然后再丙班 拖拉到前面 那如果说你每天都要这样班的话 其实说真的很浪费时间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 帮你把这一个排序 给做出来 那排序的方法当然有很多啦 那我们可能不不外乎 就是按照一个清单 所以这个清单请各位自己在 云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有一个清单名称 那我的排序假设是这样的 假意志到嗨 诶 我的一个顺序 接下来我要怎么知道说 要怎么去快速的排序 所以这边的话 我需要学会的 特别注意啊 你们可能再来就是VBA里面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Move Move之后的话 后面他会问你说 你是要before呢 还是after OK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移动到 哪一个的前面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需要排序的话 基本上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写一个 其实可以从 回圈先不要写好了 也许这个回圈的话 假设我今天呢 我要排序的方法的话 当然用一个回圈 可以全部排序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做排序动作的话 基本上 一定是一个序词 哪一个序词呢 假扳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before 冒号等于是他的参数名称 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不然不是e嘛 也就是移动到 第一个前面意思 就是把帮我移到第一个啦 OK 那再来的话 那就移班 所以你可能要写第二行 shoot 移班 move before 这个时候他移到第二个 所以before第二个 那再来就丙班第三个 诶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当然我有13个班级的话 那这时候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快速的建立像这样的一个移动的这个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今天假设说你要你至少BBA你知道怎么移动 可是问题你不可能一行一行写 如果有13个班级那你势必就要写13行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用写13行 所以我们通常会先做什么呢 先建立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清单 各位可以找到那个清单的位置在这里 云端上面 那我下面有一个假扳到嗨扳的这个清单 所以请你把它Ctrl-C Ctrl-C之后的话 把它扳到假扳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假扳的隔一栏 I栏里面 请各位这边建一个清单好了 那这个清单呢 就是我们的顺序 我希望你帮我排一个顺序 就是 你这边把它改成 符合格式好了 OK 那这个清单的话 就是说 等一下你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请你按照这样的顺序 假扳到嗨扳 而且我是放在 这个清单是放在 我的假扳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那如果说我要写一个 VBA的程式的话 那把这个改一下 应该各位有点印象吧 如果说我今天 写一个这样这样的排序方法 把这个转成什么 转成回圈 那你可以发现 这边有些固定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东西 它可以从这边抓 抓第一个 抓第二个 抓第三个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那后面的话呢 是1到13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回圈 应该有概念吧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先把这两行给注解掉好了 按右键编辑 这边会有一个工具列 把它注解一下 那当然撰写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怎么样 4 然后假设一样I 等于什么呢 我要抓的范围 我先把这个范围先抓出来 第二列到第14列 Enter两下再打一个NAS 然后呢 再来呢 我要排序了嘛 那其实你可以拿上面这一行 来做修参考好了 把它搬到这边来 按一按按个Tab键 这个地方当然你不可能用假扳 可是你可以用什么呢 去抓上面的位置 那怎么抓上面的位置 你就打一个什么 Sales 钱瓜胡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栏呢 第I栏 实际上抓的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先把假扳抓过来 放在这边 那这样不就是假扳了 NAS 二变三 那不就已扳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就把这个1 改成 因为1、2、3、4 1、2、3、4、1、2、13 那你当然这地方 你不需要额外再产生一个变数 你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I来代替 可是I跟这个1 相差多少呢 刚好它从2开始 可是它从1开始 所以怎么办呢 I 减 1 不就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Sales 那我们将来跑的时候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的清单 我这个清单 是放在假班的工作标里面 可是如果你已经移动 移动移动的话 那可能会有个问题 可能游标 也许不一定是在假班上面 所以保险起见 最好在这个Sales前面呢 跟他讲说 我这个Sales是在假班哦 OK 所以Sales前面请你在加什么 加上一个什么 最好是加上工作表名称 哪一个工作表 许车工作表 所以通常我会在这边加 我看到我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 有没有加这个东西 基本上 OK 有 我就加这个假班 OK 那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边我前面再加上一个假班 所以写的方法 直接写在这边 许车 然后呢 记得跟他讲说 我这个储存格 在假班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假班 好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 因为你这边已经是sheets 结果你这边又有一个sheets 他会搞不清楚 所以通常哦 写这样子的时候呢 最好是你干脆在外面 先建一个变数 也许叫X吧 X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东西呢 先 假设他还是抓到是假班 可以先丢给什么 丢给这个X 再来就把这个X怎么样 放在这边来 所以就是先抓什么 抓假班 放在X 然后sheets假班 move before 第一个 然后换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OK 那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吧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个sheets 已经是sheets的名称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直接又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它会变成 他自己要找自己 会出错 所以特别注意哦 先丢个X 再用这个方法去移动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当然我这边再把它乱移动好了 假设我这边重新再乱排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它可以排序正确哦 接下来可以按F8 我干脆一个一个慢慢来好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时候i等于2嘛 所以当它是2 也就是在假班里面的那个第二 实际上就是假班里面的这个哦 OK 然后呢 我要把它先抓到什么呢 X假班 所以sheets的假班 move到2-1就第一个 所以你执行这一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下方 现在它的位置在这里 它会移到第一个 OK 假班移过去了 Next 这时候的话 i等于2了嘛 OK 那就抓到是乙班 所以乙班 这个名称抓到了 然后呢 一样 sheets的乙班 move到哪里呢 诶 这个i现在是等于3 那3-1的话移到第二个 所以F8 诶 乙班了 OK 一直被推打 那底下的话呢 它就分别怎么样 按照我们假班里面的这个 丙丁全部执行 所以我这边的话 把它全部执行过 诶 你会发现哦 它全部都帮我排好了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另外呢 假设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反方向 假班 现在是假班从左到右 那如果我要变成 颠倒 嗨班在左边 假班在右边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之前有同学就试了一下 发现哦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了 改什么 把这个i减1改成1 改成1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哦 执行 有没有发现 假班到嗨班 颠倒了 其实只有改一个地方 本来是i减1 变成是1 那你想说 为什么改个1 就全部颠倒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先把假班搬到第一个 乙班又搬到第一个 变成怎么样 就是乙班又变成在假班的 它的右 就左边 然后就一个一个班 所以变有点像 挤到前面去了 实际上它本来在第一个 因为一直挤到 所以变成说 它就颠倒了 所以这边的话 原来的做法是 i减1 是正向排序 那如果你要颠倒的话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i减拿掉 它就变成颠倒了 试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 从某个范围 某个范围指的就是说 我假班里面的这个范围 指的就是清单 或者其实名称的话 或者叫从清单也可以 这从某范围 看一下好了 从清单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名称 都自己想一个比较好 比较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说真的 几个字要一次 全部能够很容易理解 不太容易 OK 请各位试一下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开启那个问题 07 然后呢 在假班的i栏的地方 先建一个 建一个清单的顺序 这个清单的顺序 请各位直接从云端上面 有一个叫工作表的清单名称 就会有那个 我们的顺序了 那你可以把那个表格 直接复制贴到那个 i栏底下的第二列开始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